进入公馆商圈往上走进陡峭山坡 再经过一堆老旧房屋 不停转弯绕来绕去才到达目的地 在山林走了20分钟才终于在山里的深处找到这栋房子 墙壁外都是斑驳的痕跡 地面上也都是灰尘和杂草 门口堆满了很多破旧的木板还有座椅 铁门上充满还没撕干净的胶条 电铃也外露 这栋在公馆商圈的住宅 屋矿老旧几乎都要重新装潢 总共20.29瓶号称三房两厅 售价400万等于一瓶不到20万 有地上权的话 一定会还附加有另外的一些问题 不见得是问题 可能是条款吧 对啊 那我不会为了这个条款去赌它 我宁愿花钱让自己省一点麻烦 对比周焦房市的成交价 大概落在一瓶60到70万之间 价格只有行情价的三分之一 原来是因为只有地上权 等于只卖到了房子的所有权 土地都不是自己的 而其实地上权要注意的问题还真不少 贷款成数最多只能贷七成 比所有权住宅少了一成 而且贷款年限缩短到20年 地上权的不外乎要收租金 不然就是因为它基本上 地上权是很难贷款 很难贷款的状况之下 它可能就是不想被贷款的人 买来自住了也是有 通常地上权的因为不好贷款 所以它的单价也会比较低 大概跟市价相比的话 应该会在八成七成以下 冲着地上权住宅的低总价 买来赚租金土利 但所有全部完整影响银行估价 贷款并不容易 而且活用弹性买卖转手都困难 恐怕买到的是包着糖衣的毒药